大家好 因为还没有到早餐时间 所以随便闲聊一下 昨天有个网友 听众加我的telegram 然后他就聊了一聊 随便聊了一聊 他是甘肃人 西北人 跟家人完全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鸡跟鸭讲 然后想脱离家庭到美国来 然后顺便也指责了 批评了一下当地人的迂腐 观念的成就迂腐 以及所谓的不可救药吧 算是这样 其实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网友 还有一个也是telegram的朋友 看着美国地图 南加州那一带 San Diego Los Angeles这一带 然后跟我说 嗯 他说我看着这个地图 祝你晚安 祝你晚安 去年我也一直在看着这个地图 在展望 我这个看什么时候能去美国 如果到那里的话 我如何如何 多幸福 怎么怎么样 这个梦想 就成真了 我就人就到这里来了 嗯 嗯 其实我对国内的 和我这个境遇相同 或者近似的朋友的那种 处境和状态 是非常理解的啊 因为我也曾经 是在那种状态下生活的啊 跟着一群国畜啊 猪狗驴区 猪狗驴区啊 中国的四大国畜啊 没有看过我这个猪狗驴区 节目的人可以翻一翻我之前 对中国的国畜们的定义啊 什么叫国畜呢啊 你在单位里上班啊 老板指挥你东指挥你西 决定你的命运 决定你的奖程啊 你就是社畜啊 社员 瞎音啊 根据日语的发音 社员啊 就是公司职员的社畜啊 你家里的狗啊 猪啊什么叫家畜 家畜 社畜啊 那你的国家决定你的命运啊 决定你的好坏啊 你就是国畜 所以那些中国的国畜啊 我在中国 我在我还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深有体会的啊 跟这跟这帮国畜们啊 不管这帮国畜们是你的朋友啊 是你的周边邻居 还是所谓的亲戚啊 他们一律都是畜生 看我的表情 畜生 所以呢 你跟他们完全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鸡跟鸭讲 牛头不对马嘴啊 跟他们讲这东西没意义 他们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跟你寒暄一下 假装你是他的亲戚 好像有血缘关系啊 然后呢如何如何以外 其实狗屁不是 你跟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厉害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价值观的 价值观世界观啊 他们连世界都没有去过 哪有什么世界观啊 这句话很经典啊 你都没有去过世界 你哪有什么世界观 你观什么 有眼无珠的人啊 所以你跟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说话聊天啊 纯属他妈的自讨没趣啊 纯属自作孽 所以我也一直劝我 有一个朋友啊 是我的邻居啊 以前一个小区的朋友啊 我们一起在筹建这个业委会啊 我们筹建业委会也是为了这个 这个争取业主们的利益是吧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只是在争取一帮畜生的利益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 whatever去你妈的 傻屁啊 我一看这些业委会的人都是一帮博处啊 都是一帮余孽啊 我就对这些人非常失望啊 就再也不想所谓的给他们代言啊 争取什么我们的利益啊 搞得好像这个愿景很宏大 其实其实这只是一帮猪而已啊 这个王硕说的啊 说中国人是猪啊 大家自己去搜吧 这段话很有名啊 说中国人是猪感情上不可接受啊 但是亚的一直在证明这个 中国人是猪这么一个事实啊 这段话大家自己去搜搜王硕 所以呢 那个邻居呢 也是朋友吧啊 也是后来听说我要去美国 因为他也要去美国 所以我们就成了这个 志同道合的伙伴啊 也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啊 保持联系的这个中国人 我跟其他人都淡掉了 Fade out 直接淡出 慢慢的不怎么联系了 所以呢 我很理解这帮朋友 或者所谓近于相同的人的一些心境啊 说实话 在中国那种环境下 真的有些人都 因为疫情期间 川普的政策出不来啊 所以非常的过得很不好啊 过得很不好 人呢 和畜生的区别在于啊 所以那个朋友就讲啊 他们那个 那个甘肃的朋友 他就讲 这帮人只是会说话的动物而已 只是会说话的畜生而已啊 你哪是个人呢 你哪有人的东西 是不是啊 人是有精神世界的啊 人不他妈就是吃饭繁殖的啊 整天他妈的 你生了几个呀 生了男的女的呀 整天就是关于繁殖的问题 吃了吗 繁殖了吗 交配了吗 啊 生了几个啊 你跟猪没有区别 你没有精神啊 你只是一个会说话的 披着一个人皮的畜生啊 所以呢 总是有很多人加我的telegram啊 大概都是一样 大概都是想逃离 逃离 还有这个那个甘肃的朋友说西北的人 他说西北的人是什么 我我都不记得了 说西北的人懒了 还是什么 不勤快啊 不勤快还是什么的 这个我客观说一下 因为我老婆也是西北的人啊 山西人 山西也属于西北吧 他这样说啊 我觉得客观一点讲啊 我不想说地域歧视什么的 现在总是搞一些政治正确啊 不能地域歧视啊 你不能这个侮辱少数族裔啊 你不能这个不能这个 我想说你不能面对现实 OK 整体上北方人和南方人相比啊 北方人我不能讲他懒 但是北方人确实动作要慢一点啊 如果你仔细观察北方人的动作 以及说话的这个 连说话的语速都要慢一点 这是一个事实啊 你承认不承认 whatever 垃圾巴倒啊 确实慢一点啊 你你能坐公交车 如果你坐过武汉的公交车 你随便你承认不承认好吧 因为现在说说说说事情啊 你想说一点事实 他们都不承认的 他们都会讲你地域歧视 你又在攻击别人啊 就好像我说嗯 这个女人啊 一般身高会比男人矮一点 你啥意思啊 你侮辱女性啊 所以现在的 所以现在的言论环境是 为了追求政治正确啊 你就连客观事实你都不能说了 你说你就刺激到人家的这个脆弱的心灵啊 所以呢 那个朋友他是自己讲的 他是甘肃人 他自己讲他自己的当地人啊 懒啊 不勤快啊 没有南方人勤快 其实南方人也有懒的 实是求是假 哪里都有懒的 哪里都有勤快的 可是整体而言 确实是 南方人至少动作快一点 干活利索一点 北方人磨洋功一点啊 然后呢 说话懂嘛 你这样聊个天啊 如果南方人跟南方人聊天 几分钟可以聊很多事情 北方人 呃呃 慢慢聊 因为我在山西在哀过话 他们山西的聊天也是这样的 非常慢啊 说话语速非常慢 然后一些废话的铺垫的话 寒暄的话 那些没有有言 没有内容的话 会扯个半天啊 我都不知道在聊什么 不知所云 所以呢 人呢 你处在那种自己不喜欢的环境里面 那简直是度日如年 受罪 所以呢 我也希望这个 我的听众朋友们 真的这个生命太可贵了 抓紧时间啊 很多人他 他活在泥潭中啊 活在所谓的亲友的泥潭中啊 脱离不了亲友啊 那亲友又没什么卵用 还脱离不了他们啊 还受制于他们啊 所以呢 我是觉得 我我不是觉得自己 把自己当一个榜样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说 我可以作为一面一面镜子啊 以人为镜嘛 对不对 我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我可以做到啊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做到 那些没卵用的亲友啊 一刀切掉 直接去你妈的 滚 不要受制于他们啊 他们对你没有帮助啊 他们对你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没有帮助啊 他们是一帮 只会瞎嗶嗶的人 嗶啦嗶啦嗶啦 一堆破事 满嘴喷粪 让他们滚蛋 让他们从你的世界 永远消失 从你脑海里删掉 滚蛋 然后呢 你去追求你 你的生活 结交新的朋友 开始你的新的生活 和过去say goodbye 只保留一些骨肉亲情 实在没有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 用人伦 而言 用人的基本的本性而言 实在是不能割舍到那些骨肉亲情 其他的所谓的亲戚 直接一刀切掉 所以呢 也不知道拜登上台以后 现在看起来拜登上台 并不会大概率的去 至少短期不会去修改川普的这些政策 所以大家可能还要熬 还要煎熬 但是呢不要放弃啊 不要放弃 never give up 永远都不要放弃 因为人生只有一次 放弃了 就永远放弃了 不放弃 等待啊 忍辱负重 等待黎明啊 就让我本来我 本来我去年年初我就来了啊 碰到一个疫情 等等等等 每天在观察最新动向啊 一直在企图抓紧 抓住最后一扇门 一直在看这个动态 当时我身边所有的人 在这个地球上 基本没有一个人 只是我在这个时候就瞎折腾 只有两个朋友可以说 只有两个朋友 认为我应该走 但是呢也也不同意 现在走啊 觉得现在应该不是时候啊 也就是说 支持我那个时候动身的 人 是没有的 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我支持我的行为啊 所以我不顾一切 从监埔寨 中转啊 到 美国了啊 然后呢我就登录了 只要你登录了 就什么都好了啊 只要登录了 那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你没有登录 那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录个节目吧 嗯 表示我很理解 那些想出来 目前没有出来的朋友们的这个 心情啊 然后呢 绝对不要放弃啊 绝对不要浪费时间 和那些国畜们叽叽歪歪啊 你跟他们完全不是一类人啊 随便啊 他们说你出生也可以 没关系啊 对你说我是狗你是人 好了 总之我们不是一个物种 好吧 简单了吗 直接shut up 滚开啊 不要浪费时间和和你不是一个和和鱼你不是一个物种的那那那那那些动物身上浪费时间啊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创造条件上啊 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好吧 阿民在美国等着朋友们 我们以后一起喝喝茶 来聊天啊 或者是有星期的话就喝喝酒也可以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 拜拜